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早上的早知 大門市今天大漲203點 這是大家樂於看到的一個結果 在結果方面發生以前 上禮拜你對盤的看法是如何 金老師如何解讀盤的後事 上禮拜三 我說台股再度測試 這波低檔來到16212 絕佳買點浮現 禮拜四 亮縮 直穩 節錢只要直穩 就是一件好事情 有沒有被我說中 我說節後會大漲 特漲 節後很多股票 它會直接開上去 所以台股今天大漲203點 當然是一件可喜可賀的事情 在今天以前 台股的操作難度 其實是比較高的 今天以後 台股的操作難度會開始降低 南盤見高手 高手要懂得帶你避開風險 也就是說高點你要會賣 太重要了 9月15號 四天漲了400多點 當天該解碼的我會解碼 我全面性的在這一天賣股票 解碼股票16920 賣完之後回檔四天就跌掉602點 缺口支撐來了 16300當然要買 當然要進場 差600點 股價變便宜了 成本低 風險跟著降低 20號多跌一天 來到16202 多跌的會翻上去 當然還是佈局的時機 所以21號20號是買股票 因為高檔已經賣了 上禮拜有沒有翻上去的107點 禮拜二殺了176點 我說再輕浮而斷融資漂亮 這要最後的回馬槍 還記得嗎 禮拜二 禮拜三太重要了 你有鎖定我節目的 應該對於今天的行情 你有領先市場掌握 所以禮拜三 台股來到16212 離16202只差10點 又出現絕佳買點 禮拜三 怕廉價嗎 怕中秋嗎 怕變盤嗎 我說變盤的節氣 那是多談的 那是無極之談 跟美國的聯邦政府 說會倒閉 那都是假議題 那都不需要過度的論述 所以我從來不會跟你談說 什麼節氣要變盤 是往上變還是往下變 聯邦政府 每次都說要倒閉 哪有一次有倒 沒有 所以行情會怎麼走 我用量價 用型態 就已經幫你掌握未來 所以上禮拜三來到16212 又出現絕佳買點 禮拜三要不要買 禮拜四要不要買 禮拜四 盤中大漲白點 尾盤 盛小漲四三點 我說節錢質問就是好事情 而且是帶量的 2500多億的量人 代表很多人是在 節錢賣股票的 但是更有實力的人 他是在節錢買股票的 所以他出現2500億的 帶量的紅黑棒 好事情 質問 質問之後今天當然要大漲特漲 對 漲了203點 今天所要給你一個結論是 大部分的AI只是反彈 這是我今天要特別提醒你的 不要以為今天台股大漲203點 AI股票它是回升 No 不是 先看反彈 有實力的反彈之後 才有機會回升 至於哪些股票 是反彈的一個架構 等一下有時間 我會繼續跟你剖析 所以上禮拜 關鍵性的兩天的買點 不然是禮拜三 禮拜四 或是禮拜二殺下來那個瞬間 你會不會進場 你懂不懂的進場 AI的股票 這一檔賺超過股本的 禮拜三 禮拜三殺下來 離16202只差10點 我有沒有說 絕佳買點浮現 所以盤的分析 我怎麼解讀的 我個股的操作 你會看得很清楚 禮拜三16212 又出現絕佳買點 禮拜三這一檔AI散熱的股票 當然是出現絕佳買點 3324的雙紅 對 慢慢的墊高 跌不下去 紅黑棒 上禮拜三 雙紅這檔散熱的最低312 收盤是318 很好買 小紅棒 它不是漲停板讓你買不到 賺一個股本的散熱 當然是AI的一檔指標性的個股 我說它有機會衝出去 禮拜三買完之後 今天雙紅最高來到334 對 如果從312算到334 高低點超過20塊錢 如果從318算到334 三個交易日也16塊錢 是不是 所以這行情會越來越熱鬧 你從大盤的量價結構 已經看出端倪了 尤其在上禮拜四放假之前 我就說 有帶量的承接買盤進去的 不然今天為什麼 台股會大漲200多點 美國股市上禮拜有大漲嗎 沒有 是不是 這一檔成名店 AI是不是飢渴的 8月營收新高 這不是大底部嗎 類似一個雙底的一個結構性 剛突破 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成名店 9.09分 通知會員 營收新高的成名店 46.5附近買 經過一分鐘 10分鐘 46.3 你去對時對價 46塊半 保證一定成交 當時在46.3對不對 46.5的賣單還有150張 所以掛46.5 你可以買在46.3 46.4或是46.5都沒有關係 總而言之今天買完 它的表現相當亮麗 急拉漲停 這位置一定買得到 這邊至少大概有7 8分鐘 在46.5以下 9.09分的空氣 這個位置 買完之後拉上去 拉一波之後震一震又來 就拉漲停48.65 今天你可以賺半根 所以這行情是不是越來越熱鬧 這行情 你不覺得最壞情況 是上禮拜四以前 上禮拜四以前 不好操作 對 指數經過一個月 回到起漲點 你這邊沒有跟我全面性解碼的 這邊很多人是套了一缸子的AI AI變不哀 我知道你們的tone 所以今天還是要提醒你 AI反彈上來的個股 記得要會賣 不會賣的來找我 好不好 靖老師是為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這檔星雲 COVAX的概念股票 短底剛突破 今天我有進場做機會 這檔股票我在去年度有操作過兩趟 去年度的5月份 97.2新雲 轉折買點 來到171月 97到17月 漲了75% 短線過熱先減碼 壓回151接回 175賣 兩階段97% 這去年的一個代表作 去年的代表作 賺97% 我賣完之後還衝上去 我賣完之後還衝上去 所以 相對中間 最好賺的一段 我賺到就夠了 我不會跟你吹去 我賣到最高點 不需要 一檔股票 賺了快一倍 現在 整個一個星雲的短底剛突破 進場 今天進場 什麼是COVAX 老師們還記得嗎 COVAX是兩個字的一個結合 C-O-W-O-S 什麼叫CO 晶片堆疊叫CO 什麼叫WAS 把晶片封裝在機板上叫WAS 所以COVAX就是在 一個晶片的一個堆疊過程 封裝在機板身上 這是AI晶片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 它可以節省 晶片的功耗跟成本 所以COVAX 去年度為什麼 大家看得那麼好 因為漲了一倍 所以大家鼓掌叫好 所以整個COVAX 能在去年度 創造那麼漂亮的利潤 現在行情即將發動了 9點36分的一個行雲 短底突破 205附近買進買回 30分204.5 你再度對市對價 買在這個位置 早盤橫移不動 205進場 進場完之後 慢慢墊高 墊高 墊高 墊高到214 收盤是212 一樣可以現買 現賺 所以今天有些股票的操作 我還滿積極的 我不曉得你看到今天台股大漲 200多點 你的心態有沒有跟得積極起來 如果有 菁老師有接收到你的想法 因為今天很多人 又打電話來問了 每次都是這樣子 上禮拜四之前 台股不太動 沒什麼漲 光是這一波又回了600點 很多人哀哀叫 很多人不相信這個行情 看到今天大漲200多點了 信心恢復了對不對 打電話來進來問 菁老師你那個中秋節的 明月薪 優惠裡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 我希望能給你幫助 是在大盤還沒大漲 股票還沒衝出去之前 你認同我的看法 對 對時對價 這低檔區的買點 你懂得第一時間來跟上的 相信今天 不管是星雲 陳明店的表現 以上禮拜雙紅 所帶給你絕佳買點 你今天已經印證一切了 所以這行國巨被動元件的 從9月1號的485 底部漂亮 攻擊天亮 量先架行的概念 512一定不是高點 庫存企劃差不多 調整淨尾聲的被動元件 485告訴你一定會過 512先下再上 他一定會上 有沒有來到532 512怎麼會是高點 籌碼命依然漂亮 融資創下新低水位 3740張 真的有夠水 9月27號上禮拜三放假前 從525掉到523 籌碼依然看見 變3400多張 3700變3400 所以這個過程 大盤回了快600點 融資水位 會繼續的創下新低 當然就持續看好 講得夠明白了吧 封關那天 跟正一下 不是封關 放假之前 525 節錢指紋就是好事情 對不對 禮拜三523 禮拜四525 跟我對大盤的分析 不一樣 大盤上禮拜四 你是不是覺得 這盤有一點餘力 這盤可能放假過來之後 可能不會出現 太亮的表現 所以上禮拜四 為什麼有一點點的上影線 本來大漲100點 變小漲43點 我說帶亮 你想賣 有實力的人在 連假之前進場 節錢指紋就是好事情 上禮拜四的分析 上禮拜四的國具 節錢指紋就是好事情 你是在怕什麼 你如果怕 只要是就等給你 你就敢低檔跟我買 而不是大漲特漲 才來胡亂的追高 人多的地方 風險總是比較高 千萬不要去湊人腦 如果你是內行的 要懂得看門道 我對於盤氏的分析 個股的一個操作 那個門道 各種道理 希望你第一個時間好好的跟 所以整個一個國具有沒有從525 今天大漲來到537 再創破斷新高 從這個位置上來超過50塊錢 從這個位置 低檔沿路的布局的國具 哪一位會沒賺錢 哪一位觀眾 你看我節目買國具的 沒有賺錢 大家都賺錢吧 但是沒有一天漲停板 國具哪有一天漲停板 沒有 但是沿路的分析 告訴你風低成績的架構 今天來到537 給彼此掌聲鼓勵一下 至少你看對節目 看對節目的一個價值 在一檔股票還沒創破斷新高 以前沿路的苦口婆心 告訴你可以風低接 這不是我的分析嗎 其他分析師會這樣子 分析一檔股票 讓你聞香下馬 神機 強固形電腦的 看一下營收新高 這麼賺錢的一家公司 大抵完成了 支撐性的買點73.3 9月18號 隔天9月17號 馬上從7字頭漲到8字頭 盤中拆點亮燈 有沒有 這天買完之後 隔天大漲 大漲短線不要亂追 什麼時候可以買 上禮拜三 回到74.6 回到這個位置 回到這個位置 沙滴嗎 上禮拜三 我對大盤的分析忘記了嗎 又出現絕佳買點 神機又出現絕佳的低階時機 74.6 對不對 大盤給你方向跟策略應用 我怎麼說 高票我就怎麼賺錢做 這就是我們對盤勢的一個策略 落實在會的操作過程 所以上禮拜三重不重要 中股票誰會分析 從這個位置殺下來 跌下來 跌到74.6 波段低點 它是波段低點 告訴你低階 不要亂砍 不要殺低 低階完之後 禮拜四 78.3 紅的 今天成績中紅 已經來到80.3了 關鍵性的買點 是不是禮拜三74.6 今天已經來到80.3 這樣也將近快要10% 所以對於行情的一個脈絡 我的節目所傳達給你的 你有沒有接收到 所謂領先市場上的資訊 如果有 今天台股大漲200多點 那應該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不然為什麼上禮拜三 我告訴你 盤殺到162月 絕佳買點福建 禮拜四 雖然有一根小小的上限 但是它帶量 對 然後又出現所謂的一個 直穩的盤勢 接下來怎麼走 如果我忘記了 把我上禮拜三 禮拜四的一個節目 帶調出來看 你光是看大盤分析就夠了 就值回票價了 這檔全新功力放大器的 從3月份的84.2 晚行底整理末端 開始操作來到128.5 84到128.5 兩階段74%賣 賣 賣完之後 8月29號 三角形收入型態 整理末端 127接回 29號接回之後 你看隔天馬上亮燈 147不是亮燈嗎 這邊買 對不對 127買 隔天馬上147 這樣有沒有10% 接下來開始整理 整理過程總是比較難熬 漲了74% 接回之後20% 強力支撐就是缺口 既然缺口就要支撐 22號來到142.5 接近缺口支撐要敢低接 是我給你建議 142.5 給你幾次機會 給你幾次機會 上禮拜三 143看法不變 什麼看法不變 142.5就告訴你要敢低接 143你不敢低接嗎 缺口支撐就是支撐了 所以整個全新上禮拜四 已經從143漲到149 漲4塊半 今天全新股價 又從149漲到12 今天又漲2塊錢 低檔的買點 總是我帶給你的 未來行情的架構 千萬不要再缺席 台股今天一樣有帶量 一樣是大漲200多點 只是說哪些個股會成為主流 不是所有AI股票都是主流 不是所有AI股票都是回升 很多AI股票是反彈 把我的節目好好的看完 如果有些股票來不及講 你的持股可以讓我知道 我會幫你判讀 到底哪些個股是回升 哪些個股是反彈 反彈上來當然是找賣點 回升的股票 當然有低點都可以站在買方 這檔賺兩個股本的基歐股 低檔真的很有機會 真的很有機會 成這樣超過1萬張 有量有價有基本面 股價在低檔 這當然是你要布局的首選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今天應觀眾朋友的要求 很多人今天早還打電話進來 林月新 慶榮禮 中秋節的優惠禮券 到底還有沒有 你的心聲我聽到了 所以我今天再度的開放一天 就這麼特別的再開放一天 裡面很多的獎項 我希望你可以得到最大獎 我希望未來行情 把這個大獎拿回去之後 我們的合作可以非常愉快 建老師負責創造機會 你把握出機會 相信接下來行情 真的可以讓你回升大賺 有需要的自己打電話進來 謝謝 再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今天的一個支援反彈力道 想不想 自己看一下 漲6塊半 上次支援 他從403跌到275 插了128塊錢 準備好跟我低接 低接完之後 就從275漲到373 我賣365 賺了98塊錢 我落袋 記得嗎 高檔我會賣的 賣完之後 8月24號 有利多 支援要會賣 反彈上來356要會賣 你不賣 就從365的賣點 356的提醒的位置 到317.5 我都沒有動作 我賣完之後 我接下來就沒有動作了 是不是 接下來就從317.5 打到295 離我的賣點 差了70塊錢 會不會賣是不是差很多 所以對今天支援的一個上來 它不是回升 它是小反彈 今天談到319 為什麼是小反彈 看量就知道了 看量就知道了 所以這張股票 既然是小反彈 反彈 來到壓力 就賣吧 不會賣的 來找我 秦城 之前賣在244 零前波高點 249 量價不對稱 我有賣 賣完之後 我202結尾 離我的賣點差了42塊錢 應該還記得嗎 我說先看反彈 秦城 先看反彈 所以202結尾之後 連漲兩天隨時會賣 提醒你 我賣在217 第二趟賣點 所以整個秦城賣完之後 殺下來我沒有結尾 不過他今天談到234.5 談下來還是要會賣 如果上次244 你沒有跟著賣的 接下來不管是244 還是前波這個高點多是壓力 都是壓力 壓力這個量人對照一下 他是不會過前波高的 所以提醒你 很多AI的股票 僅是反彈 好不好 不是潑你冷水 是想要幫助你 偉創大股東賣了3萬多張 記得嗎 宏基 高檔區 大股東為什麼要賣 春江 水暖 壓仙芝 大股東如果沒有嗅到 那個漲太多的訊息 他為什麼賣 加碼就對了 是不是 所以會賣有理由 而且賣了3萬多張 整個偉創的一個架構 最大壓力就是這個缺口 這個缺口壓力很大 來到壓力做什麼動作 想當然的是站在賣方 除非他能帶量超過30萬張 供過這個缺口的壓力 壓力才有機會變成支撐 否則來到反彈的壓力位置 記得那是一個賣點 所以這檔技嘉 我上禮拜是291有賣 因為有李百里的一個 言論的利多 我稱利多291有調節 兩階段100塊錢 至少這個回檔 我沒有讓會員受傷 大家看得很清楚嗎 當然你會有許認為 今天技嘉反彈上來 我賣錯了 對 盤中我是賣錯 今天收盤290 我賣291 我今天沒有接 我沒有去搶 該停利的 我上禮拜已經停利了 該低接的 第一個時間 一定要來跟我低接 環球金母公司 賺超過一股本的一個中美金 一樣是上禮拜三 大盤絕佳買點浮現了 中美金155.5 相對低檔當然是一個買點 今天中美金 已經從15漲到162 拉出一根中長紅 絕佳買點給你 你掌握住 紅K棒就是你的 至於環球金 這一檔是中美金的子公司 賺超過兩股本的 細菌也龍頭 股價在低檔 低檔 低積極 基本面又好 長線我當然依然看好 不要殺低 好不好 對今天很多觀眾 要求的明月欣請勞你 再開放一天 特別的再開放一天 希望接下來 第四季的一個大行情 你跟我一起同步來掌握 有需要的 記得打電話進來 明天見 因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